修是修正 行是行为 行为在佛法里面讲有三大类 齐心动念 一夜的行为 夜是合动 就是你思想念头的行为 第二类呢 言语 言语是口业的行为 第三种是身体 身体动作是深夜的行为 行为里面有善 有恶 有无忌 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恶 我们会被茶 我们吃一餐饭 说不出善恶 我们利益动身的 损害众生的 这是我 这些夜音不能小看了 后头有果报 从齐心动念起 它都有果报 那我们的修的标准 如何把行为修正过来 纯净纯身 从哪里修呢 要从心地上下功夫 没有 没有 我念 这个重要 我念断了 身口自然就正 所以佛教导我们 这个 不是供养里面 不是跟供养水 一桩四军 那为什么用两个名词呢 夜装四军 里都有差别 用恭敬心 去布施 就叫供养 很轻慢的心呢 那这叫布施 所以布施叫供养 一个是恭敬心 一个是没有恭敬心 没有恭敬心 就布施 有恭敬心 都叫供养 同样干一桩四军 布施跟供养的功德 可不一样 那你就晓得 恭敬心多重要 无论是世法 是初世法 头一个 世间圣仙人 叫过我们 初世间佛菩萨 叫过我们 头一桩大四 就学恭敬 那你看世间法 你就多礼祭 礼祭头一句 去离月 无不见 那个范围都大了 没有一样不恭敬 对人 对四 对我 那这修行从哪里开始 就从这个开始 佛法里面 这叫初世间法 你看 金参 佛寺 这个白参 头一句话是 一切恭敬 夜心恭敬 普贤菩萨 叫得 更就近 你看 十大愿望的第一个 离近 故贤 离近故贤 感谢观看